爱车进场明明是要改装音响的 怎么回来之后 行车记录器的档案却被删个精光呢 高雄就有车主觉得很奇怪 这两者之间是完全没有关系的 也让他不禁怀疑 车子曾经被开出去过 不过业者表示 他们习惯格式化 同时也可以提供厂区的监视器来证明 车子真的没有被开出去 虽然说是习惯动作 但是律师就表示了 这样的行为可能触犯刑法 无故删除他人电磁记录 行车记录器保障行车安全 实在想不透跟音响有什么关系 竟然档案被删光 高雄这名先生就遇到 送爱车改装音响 回来后习惯检查 意外发现行车记录器的影响全没了 问了业者说是习惯格式化 但很难不被怀疑爱车曾被开出去 对方后续提供厂内监视器证明清白 不过车主还是很难认同 询问其他保养厂大多会避免争议 不止律师认为业者可能有触法之嫌 小保管也说业者应该事前告知 建议民众如果重要画面被删除 可提损害赔偿 习惯也许出于好意 但当事人如果觉得受到冒犯被乱删 就可大可小 记者柯成浩高雄报道